有錯在先還大聲的飆罵 高雄一名駕駛4號下午到 響港區的黃氛市場 把車停放在了車道上 後方一名騎士看到之後 按喇叭提醒引起了駕駛的不滿 再加上他看到騎士似乎是要搜證檢舉 立刻高分貝的飆罵 騎士氣得前往派出所來報案 現在這名駕駛將赤傷罰單 民眾騎車執行 眼看前方黑色賓士車 大啦啦停在路中間 騎士也按喇叭 只見賓士車駕駛 從車上緩緩下來 面對騎士提醒 他卻看似若無其事 隨後發現騎士似乎打算搜證檢舉 賓士車駕駛瞬間爆氣 雙方當場爭鋒相對 爭吵聲響也引來附近居民關切 騎車騎士就跟賓士的在一起爭論 當然不行啊 你還比人家凶 事發在4號下午 高雄小港區金埔路 當時有騎士眼看賓士車 微停車道 就算按喇叭提醒跟搜證檢舉 但駕駛不離開還反嗆 據了解引發爭議地點 平常是黃昏市場 每到傍晚車流量大 很多人跑過來這裡市場買東西 他們就停得滿出去 會不太好開 或許賓士車駕駛就是買東西 談方便這才違規停車 只是做錯事還嗆瞎 事後騎士也前往派出所報案 非緊急狀況在車道上暫停 儲行臺幣60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花園 有錯在先還暴怒 如今賓士車駕駛不僅吃上罰單 惱羞成怒態度也讓人看了直搖頭 借有高雄撞不倒 仲良好 仲良好